从罗沙海誓看《刀狼》的用意 2012年 《刀狼》举办《谢谢你全国》巡回演唱会后 就突然隐身 8年后推出《谈词评话》 如《是我闻》等专辑《未见波澜》 今年 他又推出专辑《山歌聊在》 其中一首《罗沙海誓》被各路网友花样解读 相关话题近日接连上了热搜 网友认为 这首歌毛头直指早些年 曾批评过《刀狼》音乐的持名歌手们 有人称这是一场痛快的报复 也有人就歌词的批判性宣布 《刀狼》是当代乐坛鲁迅 种种言论 甚嚣尘上 其意只为宽欢 而非探究《刀狼》新专辑的用意 尤其是涉及到罗沙海誓 过分解读只会掩盖 歌词的本意及文本来源的文学价值 《刀狼》新专辑《山歌聊哉》 共识一首歌 《罗沙海誓》排第二 谈这首歌之前 要先探究一下排第一的续曲 它仅有四句歌词 《九州山歌》和聊哉 一呼九夜声慷慨 游记世人多悲苦 清早出门目不归 显然 刀狼欲见大地山歌的聊哉 开探人间悲苦 全曲传插又婴儿啼哭 盖为象征婴儿出生 来到这人间就像清早出门 至晚不归 一种连我众人 由患时多的悲鸣感轰然而出 这恐怕与大众熟知的高唱第一场雪 我的情人的刀狼完全不同 续曲可谓整张专辑的核心和基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罗沙海誓》 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过七冲月 浇海三寸的黄泥地 纸威那有一条一丘河和水流过狗狗营 这里面 齐冲三交是中医辞汇 前者只消化岛 后者只脏气 由此来到黄泥地 即使逆的污秽之所 污秽地上的一丘河或为一丘之河 狗狗营或为盈盈狗狗 刀狼的批判之意不言自明 接下来一段歌词 引入一个角色马虎 它是此地当家的茶杆 茶杆就指妓女的保护人 后变为对幕后老板的鸡称 马虎混迹十里花场 颇有声明 其人有三个鼻孔 对应蒲松林聊着质疑罗沙海事中罗刹国的相果 可见其全是滔天 未曾开言先转定 这是马虎的一个动作 很多网友将转定联想到某档音乐选秀节目 且以为这是过度解读 这句词更像是形容马虎的巨傲不带的 跟你说话就转身离开 作为此地的幕后老板 待人傲慢 也是情历中的描写 紧接着刀狼写马虎的誓言 他认为自己是鸡 致鲁于孵蛋 结果呢 他却是一头驴 而真正能够孵蛋的幼鸟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鸡 这是预言笔法 刀狼一再表明这世界乾坤颠倒了鸡美法孵蛋 因为他的位置被驴抢了 驴本来孵不了蛋 可是他偏偏旨意为之 可以将其解释为权贵排挤有才之事 或人的自我总是一片茫然等 而后 歌词进入下一段 新人物登场 他叫马记 俊美替躺 捕风打浪 最终落得龙游浅滩 流落在罗刹国这个污秽之地 他亲眼见识了这个国度的丑恶 马虎驴爱听用鸟鸡的歌 于是急不去复旦 转去打鸣 以讨驴的还心 驴和鸡完全乱套了 乱套中 他们还寻求粉饰 鸡要描红翅膀 驴要涂黑皮肤 鸡要把机关秀绿 驴要为蹄子相襟 这种粉饰过于可笑 一句歌词总结为 极有话堂登猪狗 哪来鞋拔做如意及话堂之上 猪狗乱窜 臭鞋拔子 左欲如意 本质上就是驴和鸡的心已如霉蛋 不管咋样喜那也是脏东西 若止步于此 则罗沙海誓 仅停留在批判和戏谑 显然 导狼想的更多 他请出一位哲学家进入歌词 为这个污秽烟杂的世界做最后的总结陈词 他叫维特根斯坦 其思想庞杂深邃 很难具体阐释 刀狼引用他 或许是想揭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 一个人能够看见他拥有什么 但看不见他自己是什么 这正是对马虎和幼鸟的写照 执迷又荒漫 颠倒又迷惘 真假难辨 善恶不知 像可悲的跳梁小丑 头身污秽 彻底淹没自己 而这 说到底 就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歌曲到此作结 讥讽上升到哲学 批评转而为沉思 借聊斋故事 展示一个出生的婴儿 可能面对的成人世界 若说这是暗奉某些明星歌手 那真是对这首歌的贬低 他的叙事野心绝不止于此 刀狼的罗沙海誓 出自蒲松林的同名短篇小说 原文不足四千字 却足以媲美世界上 任何优秀的短篇作品 我们有必要对原文进行解剖 以洞悉刀狼如何 在借用聊斋故事的同时 又创造了自己的独特表达 原文没有马虎和幼鸟 这样的预言形象 只有一个俊秀的马迹 他聪明好学 喜欢歌舞 父亲是商人 认为读书不解饥寒 要他弃文从商 有一天他去海外经商 遭遇巨风 漂流到一个域外国都罗刹国 这里的人丑陋异常 看见马迹 以为是妖怪 把腿就跑 久而久之 他才明白 这里的审美和中国截然相反 他在中国是俊人 在这里就是丑八怪 偏偏罗刹国重视形貌远胜文才 长得越美也就是马迹眼里的丑 官坐得越大 像马迹这样的 刚出生都会被父母当垃圾一样扔掉 逐渐适应罗刹国生活的马迹 本有机会被引荐给国王 这因为自己丑得异常而作罢 后来他听从旁人建议 把脸涂黑 扮作张飞 变丑为美 国王大喜 待他恩宠异常 可这换来的是其他人的猜忌 那些官员知道他的面目是假的 心生不悦 刻意排挤 马迹欲语寡欢 获准休假 听说附近有海事 便再次出海 在罗沙海市 马迹有得其遇 与一位东阳三世子一见如故 并被邀请通游 两人来到海岸边 纵马骑入海下宫殿 这里碧玉堂皇 璀璨夺目 宛若献功 龙王听说他是才子 要他写一篇海市府 马迹一挥而救 龙王赞不绝口 并将貌若天仙的女儿徐配给他 此后 作为龙公驸马的马迹 物质上锦衣玉石 感情上与龙女恩爱甚毒 走到哪里都颇受人静待 但他有念家乡 终于告别龙女 回到故土 几年后 龙女为他送来一儿一女 玄机消失 马迹母亲顽固后 龙女又亲临墓穴 见儿媳之孝 而后隐墓 这对恩爱夫妻 有路海着扁 无法团圆 但彼此情意减若磐石 令人感动 故事至此结束 蒲松林对此下了狠辣的叛笔 花面逢迎 事情如鬼 世家之痞 举世一折意思是说 以假面孔迎合世俗 如此事太语诡语无异 颠倒没丑 曲意逢迎的怪痞 天下都有 蒲松林的小说是两幕剧 前写罗沙 后写龙宫 罗沙是美丑 善恶 是非黑白颠倒的世界 身处其中的马迹 只能徒脸自污 以此才能求得功名 龙宫则是理想国度 重才华不重容貌 且这里的人情意深重 恩义两全 蒲松林既有借此文 抒发自己爆矿石之才 而理事部中的愤昧与悲叹 有无意中对那时的社会 做了入骨三分的揭露 刀狼成绩这个思想 对当下的某个圈层 或社会的某个切面 进行深入骨髓的批判 二者的批判力度不相上下 只是刀狼重在游戏般的文字隐喻 而蒲松林盛在文采 斐然与叙事的冷军透辟 在批判之外 二人又走向不同的道路 蒲松林转到烟砸世界的反面 提出一个极尽浪漫的理想国度 欲以丑为美的罗刹国 构成鲜明对比 唯有这种对比 才能见出罗莎的丑 见出作者遥不可及的梦 而刀狼在歌曲中舍弃顽固 看来他无意效仿蒲松林 走向现实的背面 而是走向了现实的深渊 探究人间的美丑善恶 是否有清晰的边界 我们又该如何辨习 并从中寻回真正的自我 除了罗莎海誓 《山歌辽落》中还有很多歌曲 是对辽斋文本的借用 静听 珠儿 画壁 画皮等 都直接来源于蒲松林的同名小说 刀狼对每首歌曲的处理 都像罗莎海誓般 似而不同 再拿画壁举例 原小说讲两名书生 梦龙潭和朱举人 偶然来到一间寺庙 庙里壁画精妙 人物如生 朱举人不觉心神恍惚 进入壁中世界 与一少女欢好 甚至另其怀孕 不久 一名金甲使者严肃呵斥 不准这些仙女藏匿凡人 否则言成不待 朱举人藏在床下 不知所措 梦龙潭突然发现 朋友不见了 问寺内和尚 和尚用手指弹壁画 呼喊一声 朱举人才从壁画中出来 两人一个怅然 一个惊慌 匆匆离开了寺庙 蒲松林小说 主要叙事视角在朱举人 刀狼却侧重于 梦龙潭这名画帝之外的人 我能看得到你如何抉择 但我却无能为力 这是你梦未以求的生活 并当作活着的意义 而这世界都刻意回避 诚实地回答你的问题 借由梦龙潭的思辨 我们不禁要思考 画帝世界纵使美好 却是虚幻 现实世界纵然不堪 但是真实 如何在这种分裂中求得意义 如何诚实地面对那份真实 接着 副歌的几句歌词 当我们的过往 变成了未来的幻想 无处不在 我们将交出愚蠢的答案 留给后来 以延续伤害这句话 或可解释为 过往即未来 未来即过往 历史是循环往复 而我们过去的愚蠢 即为此承受的伤害 在未来还会一一重现 其不可言喻的批判性 抵达了蒲松林 未曾触及的深度 当然 刀狼文字拗口 不如蒲松林通畅 或许是他刻意为之 或许是力有不歹 如山歌聊哉的专辑介绍所言 以我观物 故物皆助我之色彩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图样刀狼 在成绩蒲松林 对现实之境与理想世界 男与女 善与恶 债与长 强与弱 神圣与亵渎的对立描写中 填入了自己的思考 用当代的指思呼应迷惘 力图将人的心灵世界撕开一个小口 于虚拟的依托帮中 版成内心的自我重构在歌词文本之外 刀狼新专辑的是一首歌 分别对应十一种民间歌调 配上复杂多变的混合拍子节奏和布鲁斯编配合声 不仅能体现山歌的散漫随性 更有一种乱象纷纷 阴阳颠倒 沉郁悲怆的感觉 不再被音乐市场和世俗名利牵绊的刀狼 用山歌聊哉思考尘科大帝 这种近乎慈悲的气度与心态 实在难得可贵 或许刀狼不是当今最流行的一位歌手 但他绝对算得上最具锋芒的歌手 令人尊敬 感谢观看